情歌王子林俊傑和王力宏难得同框 不过王力宏身陷风暴 决一决林俊傑也被网友暗指 下一个引爆的就是他 让林俊傑任无可认 透过音乐制作公司发声明 对于抹黑造谣不予回应 是不希望占用公共资源 并不因为谣言是真实的 会对侵权行为持续取证 依法维护权益 并喊话如果有人掌握 林俊傑涉及违法犯罪的证据 请向有关部门进行检举 林俊傑唱功一流被誉为行走的CD 这次不再沉默 引爆点就是这篇po文 一名大陆女网友22号发文公开标记 林俊傑说自己在新加坡空等她快一个月 希望她能赶快亲自联络 还说朋友点醒了自己 在成人的世界里一直沉默 冷处理是最不好的做法 希望林俊傑能给个交代 金曲歌王林俊傑情歌动听 被封为新四大天王 最近饱受网友谣言攻击 还提到罗志祥 王力宏多次被暗示 私生活很精彩 还大作梗图 现在林俊傑透过声明火大回应 不再忍受网路霸凌 TVBS新闻洋情波章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